一波真的是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刚才看到他在舞台上 我这个差一点啊 终于回家了 韩哥的一句好久不见 欢迎回家真的差点整破房了 看得出来孩子也很开心 从下台开始 他就很自然地站在了韩哥身边 那种感觉就像学成归来的孩子 家长一脸的骄傲 像身边的朋友介绍着他一样 这个久违的拥抱 真的泪目了 又回来了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站在韩哥身边很开心 然后也很幸福 他说他很幸福 韩哥也很感慨了 那个十几岁会叫他韩爸 就被他带在身边的小男孩回来了 一波也是十几岁就跟着我们啊 那时候跟我发信息的时候叫韩爸 天天上上就像是他的大学一样 大学毕业了出去工作 现在带着非常优秀的成绩回到家 你看一波回家了 我们这个那就得可救的夸夸 也请一种多给我们家一波机会 谢谢 听导演和制片人夸完一波以后 看得出来韩哥真的又欣慰又骄傲 其实看着他一点点的进步 我就是我个人心里其实特别的骄傲啊 大年出名 大年也无名